你不想看 我可以说吗 是吗 就是交保链的 骞哥 这小姑好多年了 我 你能讲 这剧人太乱了吧 好虚张 她的男朋友却跟她的朋友走了 竟然就在我猜的摄影棚里面 我们两个人看 我看了她 然后一阵心痛 真的吗 那时候你们在录影的时候 发生了这个事情 是啊 你问她 蔡仁德可以不聊这个 可是要聊妳跟皇子教教的过程 不好意思 好紧张 你放心 都过去了 就是 就是普通的朋友 那她怎么会打到你家客厅去 就是知道家里电话 你有单独去她家过吗 她为什么不知道 不知道 不知道是不是假借去看录影带 或是听音乐啊 等等的 對 她是不是一直上那個 就是 哭什麼 可是她沒欺負妳 她就說 真的嗎 那我可以去妳家看一下嗎 然後一到那邊就 聽...她就把妳這樣 我沒有... 我沒有 妳家裡還有一個省電的方法 是什麼 就她爸爸看電視看完話 底下就是 她玩得很省電啊 我家真的也不在看電視說實在的 真的 像我媽咪韓劇 她就是看節目表 就幾點到幾點 她只看了一個小時 她就把它關掉了 我剛剛講的這件事情是傳說嗎 也不是啦 為什麼 因為最後妳們兩個沒交往嗎 不是 就是因為她會念一下 什麼的 妳爸爸會念妳 對 不是 她會念她啊 念她什麼 什麼 就她之前可能疑似做那些 什麼 可是妳們兩邊沒有在一起 我們兩個沒有在一起 那她 結果我爸很愛妳妳知道嗎 她就會出氣有沒有 爸爸是因為想幫我講話 就是她有一陣子 也會想幫妳出氣 她就會看妳念一下 我就很尷尬 站在補一槍 然後結果妳就當場被她分手 然後妳就要進棚去Live 那個娛樂戲嗎 我抓著小燕姐把她衝到廁所 然後這樣 妳沒有辦法錄影 然後我的眼淚就... 一滴下來 我就是跟妳說 沒有辦法 妳就是要報信任 那妳怎麼知道妳在那個... 不是 我又不像某對姐妹花 然後說不見就可以不見 對 妳要哭著 然後還在停車場一直哭什麼 分手什麼 他們完全是妳知道 怎麼那個不是草新聞 我們那是真情流的事 可是那個... 我有一次還在她節目當中 掏心掏肺 大講我前男友 跟我怎樣怎樣的事情 妳那時候就是跟我不熟 要不然我找妳告訴妳 誰 曾經有人為了我而刺青在身上 刺青 誰啊 就我前前男友啊 而且我們都認識了妳 真的嗎 真的嗎 妳不知道什麼 刺在哪裡 之前好像聽過妳 他刺了一個S Oh shit 現在可以加上SHT在後面 對啊 他可以在後面寫說 H AIT 對啊 或者是SOOP啊 自己亂拚一個S開頭的單字都OK吧 就說Shit 但是... 那妳為什麼沒有相對的也刺 可能就是當時有預感會分手吧 了解 來... 我跟你講啊 佼佼人不錯 好帥喔 我好帥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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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會把名字刻在某處 對耶 會嗎 名字刻在某處 妳看過那個刺青了嗎 我們看過啊 那妳會不會在乎 好煩喔 我幹嘛在乎 反正也是S 妳 划一個寶 他就會很...就是 很深情的看著妳說 妳好可愛 就私下才會這樣子是不是 在中人 是... 請... 他有沒有講我壞話 沒有 真的 但他講妳身邊的壞話 什麼... 講妳身邊的壞話 不是說他有講妳身邊的壞話 真的假的 他有個秘密喔 誰... 妳知道嗎 我跟妳講我反攻了 我還知道一些妳不知道的事呢 我已經沒辦法分出 在電視上的表情了 妳知道 太好奇了 變臉 對 我坦白講我跟他根本不認識耶 那不妨礙他想覺得妳這件事啊 對啊 因為我已經說得很清楚了 他在我眼中他是個老師 就是演藝圈當中 如果是感覺是師生來講 我就是學生還是老師級的 所以他是師母級的嗎 不是... 他是學姐 我有講錯話了嗎 那妳告訴我應該怎麼講 是... 是沒說的 因為我覺得演藝圈 我沒有拿出來講嘛 所以那個事情就是 反正就是沒有下文就對了 沒有下文 因為我一直覺得他就是前輩級的 是尊敬的 而不是就是交往的對象 對啊 所以如果跟他交往 大概就是喜歡老少佩才會這樣 嗯... 你實在是 我們... 又想管是誰 沒有啊 又想管是誰 有沒有說家庭 你都不懂得怎麼接話 來 嬌嬌哥加我教你怎麼接 沒有 嬌嬌哥拿著你的手 教你怎麼接話 沒有... 他知道妳這樣來康熙 沒有 他沒有警告妳什麼事情 沒有 他沒有警告 他只是說 還會玩笑的啦 是要來看誰的班啊 天正會想到獻花這一招 因為就覺得探班 就是要帶個花啊或之類的 對 如果要送個S的話 就叫他準備 你很急 好啦 對不起 你喜歡擠花 沒有 張惠賢去上你們節目的時候 你們有好好對待人家嗎 應該是有吧 有的 應該有的 還有王子佳 我記得我上一個王子佳 對不起 我... 我... 我不是故意的 我忘記了 沒有關係 我真的... 我忘記到他 沒有問題 我完全忘記了 你跟他有一腿 對不起 對... 人都有過去啦 對不起... 我真的... 明明就精心鋪路 還在那邊跟我演戲 沒有...我真的忘了 他現在怎麼樣還好吧 很可愛啊 對 很可愛耶 請問妳有名的原因是... 因為我演... 我可能不會愛妳的 大仁哥的妹妹 所以妳是心境演員 其實我很久之前有演過 二作劇二文 只是風格差很多 OK 所以李大仁的妹妹 這個角色有給妳帶來很多注意 有 OK 妳有一個緋聞對象是不是 沒有啊 沒有 你們知道嗎...你們在網路上 所以是內幕消息嗎 就是戲劇圈內部的消息對不對 對...是 來 告訴我們吧 沒有 就孟小姐說沒有啊 對不起 那就沒有... 沒有就沒有 這樣對付新人好嗎 不然咧 只是呢 其中有一個人真的是冒險氾濫而來的耶 是 夏宇童小姐 請起立好嗎 妳是要把專輯送給我們嗎 對 請多多集啊 妳覺得S會收嗎 請多多叫拜託 請多多叫拜託 S會收下她的專輯 當然會啊 上面寫S姐嗎 是寫S姐 妳應該跟夏宇童同輩吧 妳有看到本人 妳年紀應該也大了吧 今天是生日耶 妳是想要跟我示威說 我已經過去了 是嗎 沒有 現在跟她還好吧 跟誰 黃子嬌啊 誰 裝傻就可以擋 妳有什麼想要 關於黃子嬌的問題 我可以回答妳 沒有耶 沒有問題 妳知道她最喜歡吃什麼嗎 不知道 妳要告訴我們嗎 是剛才 大家都知道她跟黃子嬌交往嗎 沒有交往 所以她... 翁子嬌妳知道吧 就是... 所以當初看到S跟黃子嬌的 新聞的時候呢 所以不能公開的原因 是妳的公司不准還是... 也沒有啊 因為就沒有什麼好公開 妳可以看到新聞出來以後 有沒有在公司裡大罵髒話 沒有耶 她一直有問我說吃得飽嗎 黃子嬌沒吃 沒有啊 就是她是問我說 最近工作就還OK嗎 然後... 對啊... 所以妳是有在計畫說 將來等到唱片大賣 就要立刻把黃子嬌甩掉嗎 沒有在一起過啊 所以也沒有甩不甩 那妳跟黃子嬌開始交往的時候 有跟小燕姐報告嗎 說小燕姐有跟小燕姐報告嗎 沒有 可是妳已經跟她在一起了 然後又不承認這件事 妳第一個願望 沒有願望 沒有 好...我再問兩題就好了 因為妳跟黃子嬌在一起 然後不承認 妳知道這個是犯了她的大忌 犯誰的大忌 黃子嬌 所以黃子嬌的認知是 就是... 妳們是情人 就是像大家看到的這樣 這是妳的認知是 就是好朋友 所以她弄錯了 經紀人有警告過妳不准傳廢文嗎 不會啊 他們覺得 就是如果真的談戀愛 那就是真的就是去談戀愛 喜歡就是比較重要 就順其自然 所以這件事之後 王珍妮跟黃子嬌 徹底的決戀了吧 我不知道 應該沒有啊 沒有對不對 決戀了嗎 珍妮姐 王珍妮笑而不答耶 決戀了沒 好陰險 妳要不要直接下毒啊 然後妳對黃子嬌是 連稍微喜歡都沒有嗎 就是很好的朋友啊 我也很喜歡她 妳會願意跟她講出口說 我真的不可能跟妳在一起 就...她也沒有問過我啊 她沒問過妳 沒有 她沒有問過我 那她怎麼讓妳知道 她喜歡妳的 我看報紙 所以妳本來都不知道嗎 女生有可能... 好 王珍妮 女生有可能不知道 人家這麼愛妳嗎 我覺得...我不知道 可是如果是我 應該還是會發現 妳會收得到那個訊息吧 多少 除非是我真的跟她 是那種很好的朋友 然後覺得好到 我都不覺得她喜歡我那種 妳看夏宇童超有種耶 對啊 她今天被... 她今天被在砲火轟到 焦頭爛額她也沒再退啊 她跟黃子嬌在一起 還敢來上我的節目 妳說她有不有種 超有種 妳說她這種精神很好 超有個性的 而且黃子嬌跟她在一起 她竟然敢直接說 是妳誤解錯誤 是妳誤解了耶 這是有多大的勇氣啊 這小女生真的...很堅強 那黃子嬌在背後怎麼說我 沒有 那邊 都不會... 根本就不會讓她們哥哥啊 我要替一次 請問以流行音樂新人的想法 妳認為夏宇童接下來 唱片賣得好的話 會跟黃子嬌附合嗎 可以啊 反正她都變大牌了 就可以為所欲為 對不對 對 可是應該是變大牌之後 就要分手吧 因為要好好闖自己的事業啊 是啊 誰阻礙我 我就一腳把他踹開 師兄弟 明明妳在新世代的心腹中 就是一個洪偉以後 就把自己人甩掉了 我覺得是啊 而且扣起來就會嫁入好的事業 這樣 不用...不用補氣成這樣嘛